好 那就是現在開始那個Arduino的那個接線的簡單說明啦 就是首先有LVDT嘛 然後要把訊號送進Arduino 那首先LVDT本身是需要供電的 所以它的線就是經過線接出來之後會接到這個地方 這是LVDT出來的線根據它的說明書 它的需求的電壓是24B 所以以這塊麵包板來當作一個供電的基板這樣 然後24V以它麵包板上面的來提供24V跟0V 然後另外一邊呢24V是由這一條這一條線來提供 那這條線則是由下面的電源供應器來提供這樣 好 那這是電力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訊號 LVDT的訊號根據說明書有就是這四條嘛 那灰色這一條就是0到10V就是我們需求的電影 把它經過一個兩...反正就是經過很大的電阻然後接地 所以它的就會產生微小電流 那我只要調整這兩個電阻的筆子就可以得到中間 它的順序是電流這樣子進來經過這一顆電阻 然後再進到這一個可變電阻然後再進到這個電阻然後最後出來 那這一條就是我們的訊號線 訊號線是送這一個可變電阻是用來做微調用的 Arduino部分的話呢這條線是要接在Arduino的接地上面 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接地每次只要忘記就會有錯過數值跑出來 訊號是在接取這個訊號的中間值 因為0到10V嘛那Arduino只能15V 那中間值接進來接到指定的部 那在我們這邊指定的部就是A0 好這樣子就可以構成我們就是一個完整的那個電路 那像以這個例子來講 我今天在經過因為微調 例如說我現在移動轉動可變電阻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這數值有改變 那我的目的就是讓它在桿子拉到最大最大長度的時候 數值要是一定的 好像現在這樣就差不多了 像現在就是我只要移動桿子一瞬間數值就會立刻移動 對那直到另為止 好那那像這個現在這樣就是那個LVDT的簡單接線的介紹這樣 好那現在解說一下這個LVDT已經剛剛寫出來的插動控制 那首先就是程式本身需要輸入PWM訊號去做比較 所以這是供應給PWM電力的電池 然後呢把電力放進這是PWM Generator 然後用一條線把它訊號接出來 根據我寫程式碼我是接在6的位置 同時PWM Generator也應該要接低 要不然會有產生錯誤的情況 這條是接低 好那這個是額外的5V供應電源 因為我覺得它的電力好像不太夠 不過根據情況看來可能用途不是很大 我可能在研究說它能提供的最大電流是多少 好那這邊跟剛剛的配置一樣 板子要跟LVDT部分要共地 然後呢這條是共地線 那接下來這個部分就是LED的插動部分 首先我是寫在9跟10的角位上面 那9跟10是分別對應到兩個LED 如果我現在先把轉到大概8的位置 現在可以看到右邊的燈是亮的 然後我只拉拉到某個程度之後 抱歉它就兩個都按掉 那我再拉的時候 另外一個燈就亮起來 好現在把它推回去 可以了這樣子就是出於類似中間的狀態